一只明显不是人类的手掌缓缓探入男孩家里 可正在熟睡的男孩却似乎一无所知 紧接着那只奇异的手掌忽然伸开 下一刻他的一根指甲竟然奇异地拉长 他就这样不断生长直到男孩身边 可下一刻他的指甲却似乎到了极限距离 于是他只能收回去 却不料紧接着一道开门声响起 那时这个未知生物进来了 而此刻的男孩似乎还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 这就是由偏浪我不烂男主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 2024最新科幻电影《世外桃源》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讲故事 在未来世界地球上的生命已经被摧毁殆尽 而凯奇却带着两个刚出生的儿子 在末日世界中顽强地生存着 白天的世界一切都没有一样 可当夜幕降临时邪恶的生物将会走进黑夜中攻击人类 时间一晃过去了15年 这天晚上凯奇忽然发现自家的狗躁动起来 他立刻意识到危险来临 与此同时门口传来急促的撞门声 凯奇连忙和大儿子去挡着门不让未知生物进来 第二天他们开门一看 外面已经被力爪划拉开无数道抓痕 于是凯奇立刻开始修理房门 而两个儿子则被他第一次安排独立去搜寻物资 却不料半路上大儿子吉姆非要节外生枝 他说自己要去附近的农场一趟 而且约定和弟弟在太阳落山前在路口会合 无奈小儿子汤姆只能独自去搜寻物资 原来大儿子吉姆早已和农场主山姆大叔的女儿依莎谈起恋爱 可是就在他准备回去路口时却好巧不巧地出现了意外 下一刻他一脚踩空 而弟弟在回来时看到哥哥不再也以为他回去了 可是见到父亲他才知道 哥哥居然没回来 眼见天马上就要黑了凯奇顿时意识到危险 于是立刻让汤姆留守 而他则拿起了家伙就去搜寻哥哥 而此刻的哥哥也苏醒过来 可是导演说了这时候该出意外了 下一刻吉姆打着火机寻找出路 却不料 那里赫然是一个能在夜晚出现的怪物 吉姆惊得连忙后退 可就在此时父亲却忽然出现 只是三两下他就收拾掉了怪物 原来父亲是靠着家里的钟犬一路搜寻而来 而父子会合后凯奇却意识到 外面已经天黑他们只能在这里过夜了 可是没过多久 父子俩却听到一阵声音从地下传来 下一刻地面顿时塌险 凯奇顿时意识到怪物必定是要从地下出来 于是凯奇立刻往里面丢下一把雷管 而后用力一按 第二天小儿子迟迟不见父亲和哥哥回来 于是立刻去找 这才在半路发现了昏迷不醒的父亲和哥哥 可等两人将父亲抬回家才发现父亲伤势太重 除非有抗生素才行 可在这末日之下这东西简直太珍贵 附近也只有农场主山姆大叔那里有 哥哥想起自己和依莎的关系 于是立刻决定试一试 可等到了地方他们却得到了山姆拒绝的答复 谁不知道在这末日之下药物简直是无价的 可是依莎却在这时候占了出来 可他的分量显然还不够 山姆夫妇只是同意让经常来这里的哥哥吉姆留下来 还说这样可以为弟弟汤姆和父亲凯奇节省点物资 眼见哥哥不回来汤姆顿时气愤地离去 可是他不知道吉姆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靠着和依莎的关系 很快他就从依莎手上拿走了一瓶抗生素 可他还没离开多远 一道枪栓声忽然从背后响起 毫无疑问他被山姆的管家抓住了 他试图辩解是依莎送给自己的 可管家却怀疑山姆留下吉姆是想换掉自己 于是立刻以偷东西的名义将吉姆捆绑起来 而且他要动用私刑直接处决他 在末日杀一个人无疑跟采一个蚂蚁一样轻松 却不料下一刻 管家竟然就此掉到这个刚出现的洞里 紧接着就在下面人的呼喊中意外再次发生 但是怪物来了 就在此时农场主山姆大叔起夜准备尿个尿 却不料 山姆大叔顿时凉凉 而依莎的母亲眼见丈夫没了马上就要逃出房间 却不料 紧接着怪物直接将他按到 然后顿时就是一阵阳巅峰 下一刻他在依莎母亲惊恐的眼光中张开了大嘴 与此同时依莎听到了外面的惨叫声 他疑惑地出来查看 却不料一道血印顿时出现在眼前 他顺着血印看去却顿时一惊 可他的这声惨叫直接唤醒了刚刚吃饱正打瞌睡的怪物 而此刻农场幸存的人出来一看 只见怪物滚成了一个车轮滚滚而来 众人立刻逃跑 可是却因为俩腿跑不过人家惨遭吐露 紧接着吉姆这边被一只怪物盯上 下一刻怪物顿时发起扬颠风 原来是依莎解决了房间里的怪物 紧接着他带上欣赏人就连忙逃离这里 而此刻整个农场已经燃起熊熊大火 眼看这里已经不能庇护自己两人立刻离开 而此刻的弟弟却正在忙活 因为白天他回家却忽然发现自家附近地面奇异隆起 经过一番寻找后 他发现源头居然是在一楼的仓库 这难道是怪物踩的点吗 于是他立刻翻箱倒柜地寻找 终于在不久之后他脚下顿时一现 等他缓过神来才发现 这居然是一个地洞 于是他立刻将房间的所有板凳 什么的乱七八糟的物品填到里面 可就在此时房门被敲响 汤姆连忙小心翼翼地出去查看 这才发现居然是哥哥带着嫂子回来了 紧接着他就得知了 唯一的邻居山姆大叔的农场全军覆没的事情 于是他立刻开始布置陷阱 那是一桶桶父亲凯起准备的汽油 汽油直接被他泼洒到房间的每一处 接着他将一个冰箱推到旁边的卧室 而后他将一个燃烧的雪茄放到引线上方 只要雪茄燃尽汽油就会被点燃 却不料就在他准备机关时 哥哥吉姆留守的地下洞穴忽然一动 他知道怪物来了 于是立刻和伊莎准备分左右埋伏 下一刻一只利爪在火光中硬险 伊莎立刻端起了枪准备 紧接着一只怪物映入眼帘 吉姆小心翼翼地靠近 而后一刀扎下 却不料怪物生命力极其顽强 直接反手按倒吉姆 而正要举枪救援的伊莎 却被另一只怪物干扰 与此同时吉姆再次抽出刀子 可下一刻伊莎身边怪物 立刻开始发起扬巅风 却不料 可能这就是大招前摇时间太久的坏处 接着两人立刻逃离洞穴这里 而后立刻和弟弟汤姆会合 紧接着他们合力抬冰箱就要离开 却不料一开门 凯奇竟然感觉到危险再次站了起来 接着他一把拿过伊莎的枪 而后直接就对准了门外的怪物 下一刻他想到什么连忙对着下面开枪 而此刻的兄弟两人也已经将冰箱抬到位置 可是凯奇对面的怪物此刻已经出现 却不料凯奇却拿起了棒球棍挑衅起来 于是一只怪物立刻开起大招冲了过来 没想到凶神恶煞的他却被凯奇大叔直接撂倒 于是一群怪物立刻准备开大群殴 却不料一脚踩空 可是兄弟二人也立刻联手 凯奇也看到了两个儿子处理怪物的干脆利落 眼前的一幕让他顿时做出一个决定 于是他直接走出冰箱所在的房间关上了房门 而此刻三人也已经准备好了冰箱 可是当他们发现父亲走了出去也顿时一愣 尽管他们立刻冲来呼唤父亲 可是父亲却冲而不闻 无疑他要给孩子们尽量多争取时间 而此刻的影线也已经被引燃 哥哥连忙告诉弟弟父亲是要牺牲自己 于是弟弟懂事的和哥哥钻入了冰箱 而门外的凯奇却看到眼前无数怪物开着大招冲来 紧接着一声爆炸传来 许久之后外界终于平静下来 三人成功脱险 第二天三人将父亲和农场的所有人一个个埋葬起来 伤感过后的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 而未知的庞大末日世界也在等着他们去探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